您怎么看就是因为在这次领导人峰会上 大家也都提出了自己的 又重新宣示了一下 我的既定目标是什么 就是在大家全世界大家伙一起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彼此之间有监督 还是说完全是靠自己的内生的动力 目前呢好像严格的国际监督还没有 就是他们在探讨 比如说这个欧洲国家在探讨 就是收那个探盘放税 如果那个出来那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对吧 目前呢还没有 就至少联合国层面现在还没有 一部分国家在探讨 所以现在应该讲还是个软约束 所以基本上靠自觉 那我们开这个 那我们怎么评价它开这个国际上的这种领导人的峰会 它这个会呢应该讲还是有好处 首先美国世界上第一 No.1的那个GDP 这个就最大经济体嘛 它现在还是重回这个合作轨道 这个还是欢迎的嘛 我看习主席也欢迎的嘛 欢迎美国回到这个轨道 所以第一它是个好事 第二个呢 是不是又加强了共识嘛 我看很多国家都做了承诺 不仅我们中国 英国也做了承诺 日本 所以总之这个美国回来 它这个积极的讯号 然后各国呢 在这个推动之下 好像也都是这个有更积极的表态 所以至少在这个问题上 就单一这个问题上 应该讲国际合作呢 气氛比前几年也好很多 那附来讲我这里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呢 就咱们中国啊 是比较实诚的 在国际上 然后一旦宣布呢 它真做 它做得挺好 它西方国家 我的经验啊 多数最后啊 它放鸽子了 我们真做对自己有好处 还是没好处 这个呢 两面说啊 这个从道德上讲吧 是吧 因为是人类共识嘛 你做得比较好 人家评价高一点 还有一个刚才王健讲的很重要 它肯定意味着新产业 做得好呢 可能在产业方面呢 就占领未来的产业制高点 有好处 所以 利益上讲呢 它也有它的好处啊 它这个度 我觉得要把握好 就是为什么 我有点担心什么呢 因为真做到 我们那个承诺啊 2030 探大峰 2060 探大峰 其实挺难的 是吧 如果你的竞速进步啊 没有预期那么快 那么代价 就是把现有的工业 要裁减很多 那么这就有一个悖论啊 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业化 就是我们民族复兴呢 它是靠我们强大的工业崛起 对吧 因为这个问题啊 你还没复兴呢 工业没了 对不对 那不就影响了 那个民族复兴大目标吗 如果做不到 结果又会是什么 是这样的 就是过去的历史经验 好像是这样啊 就是西方人定义目标 然后忽悠全世界实现啊 往往最后啊 中国实现了 他们最后啊 没实现 而且又没惩罚 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 对不对 就等于我们就吃了个梦推嘛 对不对 当然这个事呢 我现在也不能下节了 就如果这个 就是未来的那个 新能源发展啊 这个 真实人类未来的制高点 对吧 那个我们做得不错 然后呢 我们在工业化方面呢 也不是去得那么急 这个度把握得很好 那么最后我们会成为赢家 我有点担心 这个中间那个度 对吧 如果这个技术突破 就是没有想象那么快 影响那么大 然后这个去工业化 就特别快 对不对 结果这个国家还没崛起 工业已经空心化了 对不对 那就走上了很多西方国家 衰败的老路嘛 很容易的 真正的 直接把握得了